就如同你照片上看到的這個小胖貓 它本來是 這個坐姿 看著路人 每天會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過世了以後 人們就把它做成一個雕像 繼續放在這裡 它就被永恆化了 我覺得這是太可愛的一個故事了 不過這個雕像做的 不太有 不太像它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一點點 Oh well that's too bad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故事說的是什麼東西 它的名字叫做 Tombili 所以是土耳其 Turkish word for chubby 所以小胖貓 沒有叫錯它 was a cat who lived in Istanbul, Turkey 所以住在伊斯坦堡 它會坐在這邊的台階這邊 所以我們不叫這個東西stairs 你知道stairs是樓梯 他的概念我覺得我們或許可以理解 樓梯畢竟有樓這個字在裡面 所以stairs是真的樓跟樓之間的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有這麼幾階台階往上走 然後就進入建築物 那個就不是樓梯 因為沒有樓 所以我們就真的就叫它step而已 這樣子可以加附屬 steps 所以它就會坐在這個steps這邊這樣 Sure Tombili would sit on the steps shown in the image above and look at passers by 他就會在這裡看路人 OK 那這個字很有趣 pass就路過 passer變成複數很合理對不對 那路過叫pass by 加個介系詞 那它的複數有趣的地方 等一下我剛剛說的加er不是複數啦 加er就是路過的人 那複數要加s嗎 s加在哪裡 不是加在by的後面 它是加在passer的後面 所以它的複數會變成passers by 單數就是passer by 複數就是passers by 非常有趣的一個字我覺得 好 所以它就會看著passers by which gain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from people on the internet and quickly became an online sensation 所以它因為在這邊看路人 就跪著一隻手在那邊 我想把它講成手 雖然說貓是腳這樣子 可是它真的像跪個手在這裡 一個非常輕鬆協議的一個姿勢 那人們就對它有興趣 so he gained or she 我不知道它的性別是什麼 gain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from people on the internet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網路上爆紅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我們稱這個東西叫做online sensation 這兩個字唱合在一起 它變成了一個online sensation ok 那很遺憾的是它在2016 8月的時候過世了 so sadly tombili died in August 2016 due to severe illness but a statue was placed in her honor so 如果我們做什麼什麼事情是為了紀念誰的話 就是we do that thing in 誰誰誰的 honor 這是一個固定的用法 ok 或者可以說in remembrance of somebody in memory of somebody so in memory of 誰誰誰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他說就是放了一個雕像在那裡 來去紀念它 so they so a statue was placed on the steps in her honor 目前沒問題 那結果呢 沒有想到 這個雕像被放到上去之後 一個月之後就被偷了 ok 可是呢 很快又被還回來了 所以這個不知道那個人在想什麼 so a month after it was revealed the figure was stolen but was returned shortly afterward 所以 可能那個人良心發現吧 不曉得 那這個雕像真的很好偷 它就這樣子而已 你甚至如果它即便是黏在那個水泥上面 你要把它跑起來大概不會是太困難的東西 因為它這個面積就不大就是了 所以真的是 叫看大家的有沒有公德心 不要去vandalize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很過分的 好 所以被偷 但是很快 沒過多久 就被還回來 所以這個 shortly afterward 也算是蠻常見到的一個片語 其實 shortly afterward 好了 anyway 所以今天這篇短短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照片非常值得介紹一下下 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